请问一下 小宁兽 这个谷晨雨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公然送礼 这是为了今天聚餐专门为我准备的衣服吗 还挺细心的 难道是流星的反射虎太长 白白许下了愿望 不敢直面就像个傻瓜一样 一直到你耀然登场 幸福终于开始学会再发疼 还有多嘴频频的景象 时光就算是会学闹了愁躁 伤心却慢慢地听到 郝总 这顾总和谢总还没有来 您看看要不要再点点东西 谢总今天临时有事 不来了 顾总应该会晚一点过来 大家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的话我们就先开始吧 郝总 夏晓宁还没来 怎么回事 她是不知道今天有聚餐吗 聚餐邮件我确定是都发给每个人了 兴许是路上耽误了 您看咱们等会儿 汪组长 你这是看夏晓宁翻身有望 连说话的态度都三百六十多大整万了 胡说八道 好凌晓 好凌晓 夏晓宁 愣着干什么过来坐 就等你了 谢谢 今天帮我穿聚餐 她这是丑什么房 穿得那么暴露 是给谁看啊 没想到晓宁是这个风格 那是 再当了女儿馆不一样了呗 可是谢总今天又没来 该住给谁看啊 这不还有顾总吗 晓宁 今天穿得挺漂亮的 我听说 晓宁最近的表现特别好 得到老师们的一致认可 的确是应该好好打扮哪儿吧 正好 我们一起为小宁庆祝一下 来 来干杯干杯 来干杯干杯 干杯 必须得庆祝 好 侯总也太惨了吧 对啊 别说吧